这个脚板,首先我们会从后面翻开 翻开裁剔 过它会冻,我们也可以包猪排,这样子撞 这边我们剔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直接这样子用我们的皮膚,直接这样子剔去,因为不会伤到它们的肛门 因为它们的肛门有一点土,所以我们要向外剔 我们现在要剔的肚子,我们可以把它两个手指 这样子把它抵起来 剔的时候有一个技巧,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剔去,可以这样子被伤到它 我们要45度鞋面 然后也不需要很卡的皮膚,我们镂空就是这样子有一点分红这样子去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呢,我们示范把肚毛 首先让它卡下来 然后,你要压住它的头 以反而它会碰,所以我们要稍微压住它一下 然后放这个耳粉 放了耳粉过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松子去绑 这个是最安全的方式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在家,如果你们要刮刮它的毛 你们会发现到你们 这样子刮刮的部分还是很多毛 也是因为你们没有把那个毛开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们的毛开起来 刷那层毛 一直刷 所以它们才不会痛 会觉得痛也会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们直接这样子拉扯的话 你们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它们这样子 在选择 OK 打开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皮疗是黏在皮肤很严重的打皮 我是不建议用硕脂 所以因为会长到皮疗 我会建议直接剔掉 看 打开了 看到吗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血跟在这里 小龙上的肌肤 這個上去跟我們直接在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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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如果狗狗害怕,我們可以抱住它 然後我們再用手指拿出來 不要緊,要不要拉我床 OK,OK,不可以,是OK 放鬆,放鬆 先走,先走 然後,拔圈,我們摸從這邊拔圈 再次就摸到上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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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OK,OK OK,OK,OK 我們可以把那個冷水放在冰花餐 然後把這個冰花餐 然後把這個冰花餐 拔圈 拔圈 好 好 先这个呢 我们冲的机会我们要泡进它 拉太远的话这个是错误的示范 因为这样子拉远的话 壁纸很容易进手 所以我们尽量贴近身体 炒 打到半干了 然后我们才去把木毛垃圾 我们冲要对着我们熟的地方 一点熟一点脆 那这样子我们的毛才会被我们拉足 有一点类似我们刚刚在熟毛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的毛处理 推到你 要熟的地方 放出一个周 就会把里面的毛推开 所以才可以缩到里面的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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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erti qua 好 опять